3-3-4-2-6-4 云顶S9巅峰赛又一套能上荣耀王者的阵容 这套阵容可谓是云顶的顶流 主要主C出色之前一直都是顶流 阵容组成是这样的 奶妈 宝石 恶斐六十 组成三巨神风 爱惜 冰女 猪妹妹 组成三弗利尔卓德和两盲眼 再加上妖子和光头 凑出四神玉和两壁垒 装备方面越南扬刀巨杀无尽 其他装备前排鸟盾后排饥客 巨人风的效果是增加治疗和护盾效果 所以前排鸟盾的盾巨厚 传说之力就带敌人节的好运来 潘多拉的装备是必备的 同时保佑这局好运顺利 主要这个英雄身上他就没啥好事 这局的地点是皮城大学 那不出意外第一个强化符文 拿下彩色的装备席 给他的装备是光明俱杀 正好给越南用 我们先拿高质量的棋子打工 前期两个二星一件光明装备 轻松三连上来到五股丰登 回来继续脸上 好好好好 野怪之前数了 我浑身乃肉 来到野怪环节 沙尔康给了腰带锁甲 回来变成了腰带和大剑 直接两个饥客就有了 野怪回来我就看到了一家同行 鸟盾巨杀光明杀人剑 他不是玩334越南的 我以后再也不玩汪荣耀 云顶S9越南怎么玩 这套334恶飞六死直接出列 来到第二个强化符文 我们拿下潘多拉的备弹席 装备席加备弹席 我就是朵拉本拉 五个回合 我输了整整五个回合 什么四费卡我都见过了 就是没见到越南 这套阵容有多卷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五连败来到狼哥 我觉得先用鸡哥打工 狼哥给了大棒攻腰带 先把羊刀给上鸡哥 连败来到最后一个强化符文 我们拿下珠光莲花 如果有珠光的话 可以把无尽换成杀人剑 五股风筒之前遇到一家同行 好好好好好 这么卷是吧 那你别怪我了 我直接抢下一张越南 回来鸡哥换淳于风反格 你别看只有异性 枪追你 直接就断了连败 拿下两连胜 来到五只鸡哥环节 给了拳头个大剑 别等杀人剑了 直接无尽吧 回来我们找张猪妹妹 找张瑞兹 抽出三弗雷尔和四神域 再把越南追到二星 不是这个宝石咋这么难找 一张都没有吗 我浑身来肉 远顶最主流的任容 334越南 上来遇到一家卓尔不群鸡哥 这赛季的卓尔应该是有说法的 不过说法应该不大 最后反格13000伤害轻松拿下 13000 13年 然后是一家同行 他选择的是鸟盾流 我是鸡客攻速流 你看这个盾厚的呀 比雪条都长 不过我还是觉得鸡客更有面子 再看这家三星卡沙 这个三星卡 不是大家都玩越南 你为啥玩卡沙呀 你为啥玩卡沙呀